另外一個最新消息 李靖元率眾到了台北看守所來抗議 要說明的是 李靖元的背景是即將要參選 大安區的補選立法委員 哈囉各位我們可以看到呢 由這個台北市議員喔 他所率領的這個實警衛的這個民眾呢 他們是以行動劇的方式喔 表達反彈的鐵勞車喔 他們是由這個民眾呢 他們套上這個T恤喔 以及呢套上這個黑的這個布袋呢 上頭呢還掛著這個包括呢 扁家的洗錢弊案的十幾名被告呢 其中包括這個陳水扁以及吳神針喔 還有這個呃 陳志忠黃瑞靖他們一家人喔 他們今天訴求呢就是認為呢 這個陳志忠與黃瑞靖他們當庭的這個認罪喔 是企圖呢啟動他們所謂的認罪的協商的機制喔 是企圖要脫脫罪來切割喔 他們以這個行動劇的演出呢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喔 認為呢這樣子如此的貪腐的家庭呢 怎麼還可以呢司法才可以放過他們來看看 稍早了這個行動劇的狀況 兩千萬的車子機 其他都被其他人揹走了 這個他們行動車子呢 由於呢這個他們這個這一次的這個聚集呢 是並沒有合法的申請喔 因此呢警方也在現場是架起了聚馬喔 就希望呢能夠阻隔這個行動劇的這個民眾 以及李慶元所帶領的民眾 另外呢由於還有一些這個支持層這邊的民眾 是在北索前面喔 擔心會有衝突喔 所以呢因此李聚馬他們隔開 以上是我們目前為您掌握到的訊息金頭 交換給同內主播喔 李慶元現任台北市議員 那麼呢即將參選大安區的立法委員補選 在北索前抗議